作词 李宗盛 命运白白如星 梦情里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战不断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即使相爱无缘 我会只为你牵挂 狂战无难乱 谁人与我交 情死间死产 从从天到地 打着难无常 先手到白发 之夜 与你 生死亡缺阳 谁呀 是我 公孙 进来 三哥呢 文书被他们找去了 恐怕一时半会儿没法脱身 请大司马三思 这些人真无聊 你笑什么 我笑文书经历了各种磨难 却最终要毁在这里 你不用拿话击我 我不会听的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什么都不会说 你疯了 你疯了 你现在欺负我有伤在身是不是 反正你是要死的 与其有一天让你后悔 自意而亡 不如我先当个恶人 成全了你们这对夫妻 你疯了 你胡说什么 既然你不让文书去郭氏 就应该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什么结果 不要危言耸听了 我危言耸听 门外的那些将军 从洛阳 就一直跟随着刘秀大司马 他们为什么 是因为他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是吗 是因为他不爱江山 更爱美人是吗 他们为什么誓死 跟他一路美上 如今只要娶一个女子 便可轻而易举地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文书却执意不肯 刘阳不想 早晚有一天会兵戎相见 你难道想让这些战士们 为你的儿女私情 白白宿命是吗 还有 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细在刘文书的取舍之间 你难道想让这些人 白白为你去死不成 不要再说了 我只知道 我是他的妻子 他是我的夫君 我们之间容不下第三个人 你这是逼文书去死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已经再无路可退 但我只要是他 还想活动 在本尊 也在他海外 来 你必须要他的 是 你何不承认知美 文叔现在对你感恩于心 自然不会做违背你心愿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大丈夫说是因为一个女子 放弃了大好前程 即便是狗活下来 有一天 她也许会因此心生恨意 只要她有一丝的回忆 日后你们夫妻间相处 便不能像今日这般坦诚的伤心 既然你能事事为她着想 我劝你还是大度一些 那是你的想法 不是文叔的想法 此非于 安置于之乐 此非我 安置我不知于之乐 莉华 你生性豁荡 宛若男子 但是你终究是女儿神 男人的思想和报复 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法明白 我有妻事 亦有丁容 可是今日之事 我扪心自问 倘若我与文叔一地而立 别说是那刘阳的外甥女为妾 即便是废妻为妾 扶她为证 我也不会有半分的迟疑 但毕竟你不是她 你能做的 她不能 她能做的 你不能 你不明白 她一向不愿有富于人 宁可伤己不可伤人 如果她真的娶了过世 就会对她负责到底 就像她曾经对我说过的一样 她是那种娶了你就会对你好一辈子的人 莉华 莉华 我知道这样逼你 或许很残忍 但是如果今天不这样逼你 文叔因此丧命的话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姑娘 大公子派人传信 让你回新野 丽华 不要难过 文叔也不想这样 我先陪你回新野好吗 丽华 不要难过 请大司马三四 请大司马三四 诸位请回吧 恕留秀不能从命 请大司马三四 诸位请回吧 大司马 明日即动身 亲往真定 提亲 广告 广告 大司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也不回来了 你早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一个人了 我希望你可以自私一点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自私一点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 不管怎么挣扎 躲不掉也逃不开 我此生唯一的愿望 就是娶你为妻 由你此生便宜足矣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那就跟我回去 是 完了 你知道吗 宵儿 只要你活着 比什么都好 只要你活着 只要我活着就可以吗 我曾经以为 我们会这样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 看着你慢慢变老 看着你白了头发 你永远都是我的三哥 我永远都是你的丽华 加油 黎华 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你 你哭了 不许哭 我们不是说过 我们要天下太平 要大家 不再忍受世亲之苦吗 现在这个心愿 好不容易有了实现的机会 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 你放心 不管到了哪里 我永远永远 都是那个 最爱你的丽花 对你来说 你都没有来说 不卖你 我再来 经党 我再来 你 我我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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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不尽 大司马不必客气 今日你与山童成亲之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同仇敌忾 并肩作战 今日 刘秀只是来提亲 今日便取亲 是不是有些仓促啊 我知道大司马 事物繁忙 所以 已经派人准备下了 婚礼所需的一切 你今日便可取山童为妻 请 取妻 怎么不是 我们私下商量 既然是联姻 就必须行以聘妻之礼 所以 私下答应了刘洋的要求 胡闹 我一曲立王为妻 即便在迎娶郭氏也是为妾 大司马 你糊涂 郭氏何等尊贵 岂能为妾 大司马 事已至此 绝武后路 此事您若是不应了 那甄帝王当场就会翻脸 大司马 为了大局 你还是委屈一下吧 请大司马 以大局为重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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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没事吧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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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没事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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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要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来 这些尖薄 怎么在你这儿 夫君忘了 夫君曾救过我们母女二人 这些尖薄 都是你留下来的 我一直好好收藏着 希望有一天能够亲手交给你 没事 冷静 冷静 你没事的 看着我的眼睛 温叔 温叔 这些尖薄 夫君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吓坏了 一直紧紧地抓着你的衣服不放 再后来 我受伤了 你说说你 现在学费和饭费你都交不起了 还不忘买这么昂贵的尖薄 你的钱啊 全都孝敬你的心上人了 还有 有 夫君 夫君 我原以为丢了 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只是 不管怎么说 都借你的细心包管 你我都是夫妻了 说话怎么还这么客气 你知道吗 这些尖薄 我看了很多遍 早已熟记在心 每读一遍 我都觉得 心里面对你的了解 又多了一分 我就知道 我们早晚还会再见面的 如今 我们皆为夫妻 你说 这是不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呢 是吧 我倒是 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 你说说 你了解我什么 一者 夫君萍水相逢 旧山童于危难 为常人不敢为之事 二者 夫君大战昆阳 天兵神将 已少胜多 威名震天下 在山童于危难 夫君 必是当今枭雄 有什么事 夫人 这种事 不需要 他 他就在山童上 他就在山童上 大战昆阳 他就在山童上 但是他就在山童上 他是在山童上 他就在山童上 那里面是大战昆阳 是大战昆阳 我担心的是这个姑爷 要不是为了替哥哥分忧 我才舍不得把山童取配给刘秀 奴婢愚钝 这是为何呀 有些事你不知道 娶妻当得殷丽华 她在娶山童之前已有殷势 我怕山童会受委屈 山童和刘秀同房了吗 是 对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爹 母亲 你怎么能问英洛这种事情 我也是关心你呀 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也就不问英洛了 刘秀她对你好吗 夫君对我温柔体贴 母亲 这种事情 你就不要担心了 对 大司马对姑娘很好 与姑娘非常恩爱 萧婿拜见岳母 都是自家人 贤婿不必客气 山童还年轻 今后如果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 还请贤婿要多担待 岳母大人言重了 夫君 不是说好要去拜见舅父 走啊 夫君 走啊 我们去了 走啊 贤婿啊 你这几日在我府上 还住得惯吗 多谢贞鼎王悉心照耀 世事处处想得周到 你与山童成亲 咱们是一家人了 从此以后 不分你我 一起讨伐逆贼王朗 为更使陛下效力 多谢舅父大人深明大义 我成亲已有三日 昌城的部下正在等我赶回去 继续北上讨伐王朗 我已与山童商议 打算明日便启程 有贤妮王和大司马联手 打败王朗肯定不在华下 贤妮王 这回您准备出多少兵 协助大司马啊 贤婿与昆阳一战 打败王莽百万大军 真可谓是用兵如神哪 如今麾下又有精兵数万 定能与那王朗逆贼抗衡 至于我这边嘛 部下人数虽多 但都是一些闲散门客之流 而且周围还有不少草莽流寇 需要守长山郡 所以呢 我这边的人马 暂且作为后援之兵 作证甄定 等时机到时 再出兵协助于你 甄定王 你当初答应过我 要出兵协助大司马的 可如今咱们成了一家人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博先兄 稍安勿躁 这甄定王也未说 不会出兵支援大司马呀 雕叔 这邯郸贼军数倍于我放 这城池一手难攻 还希望您鼎力相担 我不是不想派兵 可我的队伍当中 还有兄弟刘让 刘细麾下的 要是派兵 还要和兄弟们商量 我不能擅自做决断 那要商量到什么时候 甄定王之意 秀已明白 有您坐镇后方 我们如虎天翼 再无后顾之忧 是派兵的 应该是派兵的 多少 我会自派兵的 就是派兵的 身体要紧 还是早些回房歇息吧 您先休息吧 我还要看送来的战报 一进子时 大司马和姑娘 明日还要赶路回昌城 还是为了太劳累 早些回房歇息的好 嬴落 不许多嘴 诺 邯郸军逼近 大战一处在即 众将士们都在等我安排 我必须要在赶回去之前 看完这些战报 有所安排才请 委屈你了 既如此 那山童就不打扰夫君了 嬴落 再拿两盏灯来 这里光线太暗了 夫君看久了 挥了眼睛的 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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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华 对不起 这地方还挺清幽的 看来很适合隐居 这里啊 也是个疗伤的好地方 我这腿治了这么久也不见其色 我想这一回 是真的好不了了 姑娘 千万别这么说 咱们到这儿来 就是给你找程大夫的师父 为姑娘医治腿伤的 姑娘只要好好养伤 腿一定能很快好起来 程大夫的师父 是哪位高人 说的是我吗 丽华 舅舅 你悟动 你悟动 舅舅 孩子 孩子 好孩子 你受苦了 不难过 不难过 有救救在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丽华 别难过了 我跟师父 我俩钓了好多新鲜的鱼 晚上给你打包口福 怎么样 你怎么想呢 我和你女儿 你不想赶紧 你才能赶紧 不想赶紧 我 你怎么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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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赶紧 你怎么赶紧 女儿会常常挂念母亲 为母亲祈福的 母亲别无他求 只求你在侍奉好夫君的同时 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受累挨饿 那母亲就会心满意足了 母亲多虑了 夫君便是女儿的天 女儿的盾 只要有夫君在女儿身边 女儿什么都不怕 请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山童 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山童拜别舅舅 拜别母亲 跟这 합니다 明明说好一起抗敌 为什么这个刘洋 现在变得一毛不拔 这个刘洋阴�险狡诈 我们早就应该想到 他会出这一招 都怪了我 早知道 我就不应该答应 他雷音的请求 这个老家伙 都是我们的错 万万想不到 刘阳出尔反尔 竟是个言而无信之徒 大司马已经去郭氏入门 牧与成州 现在说这些 为时宜吧 虽然他答应过 说咱们有危险的时候 会派兵营救咱们 可是 我觉得现在 咱们也不能指望他了 诸位 不要再自责了 真定王虽北出兵 但他已答应归附于我们 不与王朗为伍 对于我们来说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即便没有他的支援 以我们的兵力 也可与王朗抗好 各部 即刻整顿人马 准备北上 抗击王朗 诺 你听者 是 不许 我永远永远 都是那个最爱你的丽花 主公 阿宇 丽花走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那你如何安排郭氏 阿宇 若会做事你 你会怎么做 阿宇 若会做事你 以前我一直很羡慕你 但是现在 事到如今 我又该何去何从啊 主公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令兄刘伯胜与丽华的志向 要由您来完成 唯有平定战乱 才不会辜负他们的牺牲和退让 主公 华 吴 你怎么会和舅舅在一块 自从蔡阳一别之后呢 我就云游四方 再后来我就碰到了师父 我们一老一少呢 为了躲避战乱 所以就隐居在此喽 你过得可真是悠闲自在啊 那是我命好 可不像你们老雷命 子林 丽华伤重未欲 既动怒气 你就少气他两句 老师 他可是征战沙场 威风凛凛的殷己将军 怎么可能会因为我的两句话 就动了气呢 我已经不是殷己了 再也威风不起来了 丽华 女孩就应该多听点话 你看看你就是太逞强 不自量力 才会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 乱世之中男子应该有所作为 像你这样放浪行孩不思进取 像你这样放浪行孩不思进取 跟浪费粮食的杜蝎 有什么两样啊 我原本以为 嫁了人的女子呢 就会平云无趣 没想到我们殷家丽华 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有着补出须眉的血气与傲骨 那是 丽华 上一次我让承玉 给你带去的药 你按时吃了吗 吃了 承大夫说 只要服过三副药 就会好的 你想得到清晓 你这腿差点废了 原本药师难救 这要不是师父将它珍藏了 十几年的药拿出来熬 你的腿早废了 还有 给你熬完之后 你怎么跑到昌城去了呀 受颠簸之苦 药效可大胆折扣了 不担心不担心 舅舅在帮你调治一些新药 只要你能坚持治疗 这腿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有舅舅在 有點擅长 你不担心 不担心 你不担心 刘霞 要帮你 要帮你 神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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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